第二題 只喝湯不吃肉既營養又不怕胖 對或錯 請作答 只喝湯不吃肉 對 三 二 一 欸 正確答案是 X 全部都答對了 好 第三題 請問 禁骨時只吃老母雞比較營養 對或錯 請作答 三 二 一 請取拍 欸 正確答案是 X 三位都答對了 我真的有漁口多題喔 我真的有漁口多題 我真的有漁口多題 有被蒜苗汁有激發到 真的 好 第四題 請問 禁骨時要才越多才越補 對或錯 請作答 哇 大家很有自信喔 正確答案就是 X 三位都答對了 我沒有破紀錄喔 剩兩題喔 第五題 請問 藥材不能煮太久 以免營養流失 對或錯 請作答 真的煮太久 營養流失 反正我已經錯一句了 正確答案是 全 YES YES 我們不用喝醉了 最後一題囉 請問 湯頭顏色越濃郁才越補 對或錯 請作答 湯頭顏色越濃郁 正確答案是 X 來吧來吧 來吧 這個蒜苗汁 這個階段呢 陶子姐不好意思 陶子姐 下午要上這節目 因為我吃這個東西 不能怪我 要怪詹姆斯 跟我沒關係 這沒有沒有 這從頭到尾是葛蘭達的過敏 那這個階段呢 是星惠姐是六分 然後韌拔是四分 詩梅是六分 所以是我們韌拔要好 我們蒜苗汁 我喝一口就好 一口一口一口 好不好 喝一口 因為待會兒真的要上廣播節目 韌拔比較強壯 韌拔就八個了 沒有沒有 這非常好 真的很健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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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哇 蒜好濃喔 好濃喔 我濃好蒜 趕快給我喝 哇塞 糟糕我頭顏不好意思 不要 我們還是保持一點距離 哈哈哈哈 這個算好弄好弄 感恩感恩 我們來講這個東陵進捕的 這個Part 2 進捕時米酒加越多才越 這個是一般我們錯誤的觀念 當然不行啦 因為酒要越少越好 因為傷甘 對 可是說把用那什麼把它點掉 把它讓它揮發掉 對啦 如果是點掉的話 那不是就跟白開嘴一樣嗎 那又何必呢 還是有酒欸 所以就是還是有酒精嘛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酒放了很多 那我們一直都在強調不能夠喝太多酒 對 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那你如果說是喝太多酒是上膽嗎 那如果說你說都把它熬熬熬熬熬到酒精都揮發光了 對 那就放水就好了嘛 那不是一樣嗎 對 太太太太太 對 嗯 不敢講話 這樣 然後再來這個只喝湯不吃肉 既營養又不怕 這個大家都知道這是錯的 你只是把自己過多的苦喝進去 還有油還有很多油 對 對 然後在進捕時吃老母雞比較營養 其實沒有其實應該怎麼講 在燉湯的時候我們會這樣 是因為它的油脂比較多 嗯 因為雞老了肉也柴了 然後皮下脂肪比較厚了 所以老母雞燉出來的湯呢 比較油 對 對 肉拔沒有啦 肉拔還很結實 如果比皮下脂肪我應該比你飯 對不對 可是熬出來 像我們在熬那個白湯 我想濁湯 其實都是老母雞 大火去熬 把那個油跟湯把它熬到裡面去 香氣比較有 因為油脂夠多 但是你說營養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對 然後再來進捕時 藥材越多才越補 這個 沒有吧 這個顯然就是適當就好 適當 對啊 所以這一題其實太簡單了 對 然後再來這次 藥材不能煮太久 以免營養流失 它藥材還有維他命C嗎 為什麼你怕 那我來看你的藥材裡面 是含什麼東西 對 那在中藥裡面呢 它有些 因為一般藥材它的中醫藥材 你們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用熬的 所以它是在100 因為油水的情況下是100度C 它就熬到 比如說是四碗熬成一碗 那你就直接喝掉 那這個是可以熬 但是有些中藥材是需要後下 後下的意思就是說 你熬到一個程度之後 它才會下下去 為什麼 因為它太熱的時候 通通都蒸發光了 那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你就知道 就解錶的藥 所以解錶就是讓身體能夠發汗 能夠醒血的藥 對 通常不能夠一直放在裡面熬走 因為凡解錶的藥呢 通常揮發性很高 如果你在那邊一直熬的話呢 都揮發光了 比如說 比如說像這個肉桂 肉桂 比如說像這個薑汁 也都一樣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屬於辛辣的東西 都是屬於會揮發的 對 所以你煮久了它都揮發光了 所以除了我們剛剛講這些上述的方法 或是剛剛的六大的這個補的這個鍋類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任何人家裡的特殊不一樣的秘方 大家溝通溝通聊聊 我喜歡吃的是酸菜白肉鍋 酸菜白肉鍋 可是酸菜白肉鍋補麻煩了 補啊 冬天的酸菜白肉鍋 酸菜很補啊 聽說我不知道 北方人因為冬天很冷 他們都吃酸菜白肉鍋 放一些什麼東西在裡面 可能發酵的關係 發酵的東西 那有可能 酸菜然後你可以放一些很一樣 很大的肉丸子啊 什麼大白菜啊 因為我第一個想法 酸菜白肉鍋 我那個白肉一定吃得很多 很怕肉你知道嗎 很怕肉啊 吃蒜 可是那個油脂會過多 那個白肉我看到我就怕 那個太油 怕什麼太油 那不會咬人 太油 太油啊 所以酸菜白肉是好不怕 酸菜不可能 太油了 那酸白菜好的酸白菜 酸白菜是不錯 但是通常來講 它的那些乳酸菌抑菌在這個溫度下都死光 對對對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那個泡菜是生的吃 你還有吃到乳酸菌 但是如果你煮熟了它就 你消失掉 消失掉 不過但是它可能有一些 那個酸性物質 對那個 對於通學管稍微好一點 你知道我最近是在金門拍戲 然後啊 我們民宿老闆他常常給我們進補 他怎麼補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喝湯 他是用那個羊肉 然後他是羊肉五角 他整個切像豬腳一樣 然後爆漿直接乾炒 然後我以為一直是豬腳 就一打起來吃 它是羊肉欸 對啊 然後就是 羊蹄 對羊蹄 我第一次吃 然後它非常有嚼勁 而且它那個肉啊 脂肥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像是在 那個比較寒冷風大的那個金門 非常適合 沒有啦 如果像炒了之後對不對 你放點湯下去 熬久一點就很像羊肉五角 而且那個羊蹄那個絞筋啊 是 熬到軟的時候 黏這樣 黏嘴巴就過了 然後那個湯放到羊都會解凍 哈哈 我還有一個小時候 我外婆 外婆給我吃的冬天吃的東西是 酒釀湯 哦 對 你怎麼超愛 對啊 對我們家 如果嚴格上來要講 有補的話 大概就是酒釀湯 對酒釀湯 就是甜酒釀 然後不然就直接酒釀 然後打個蛋這樣 對 酒釀湯 而且那個冬天吃完 真的甚至是軟和的 軟軟的感覺 你補不補啊 沒聽在講 我是偶爾會吃一點的 因為不能不能免熟嘛 對 但是我們家的薑母鴨都自己做的 但是規定就是那個 麻油也不能放太多 對 因為太燥 所以一般 一般就是大概最多 不要超過兩茶匙 那是一點點而已 對對對 沒有要看量啦 你的組這麼大一鍋那當然 對啊 正常的就是一家四口五口的 就兩茶匙就好 所以剛潘老師有講到嘛 麻油不能加太多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他是不能補的 哦 我們來猜猜看 進入下一個測驗 來猜一下 到底什麼人是不能補的 好 加油 好 那這個階段主題呢是 這些人少補為妙 哪一些人是不能進補的 稍待一會兒 詹姆士的健康進補料理 不僅健康十足又好吃 還讓潘博士頻頻都說讚 對 這一個喔 這一個就是應該東令進補吃的 這就叫東令進補 哦 對 就不一定要 不是你所想的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非常補啊 這非常補 哦 怎麼這麼清淡的東西 這麼有鮮味啊 哦 好好吃哦 這魚肉好棒 哇 補星級的魚耶 嗯 這麼健康的食材就是進補 對 其實真正補 真正補其實這個比那個還補 對 謝謝 因為